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牌好成学人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拽Spark系列之Spark Call,我是主讲人之歌 今天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有如下四个,分别是Spark运行模式介绍,Spark极权安装,Spark程序执行流程和Spark相关名词 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OK,我们开始今天的正式学习 今天我们主要给大家说的是Spark的一种运行模式 接下来给大家画张图来详细的说一下Spark的运行模式 我们先打开软件 OK,我们在这里来简单说一下 那么之前通过大家的看观看视频和学习当中 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Spark是一个基于内存的分布式的计算框架 主要的任务可以对当前数据进行一些处理 然后呢 在例如啊 例如在Eclipse当中 或Idea当中 我们来编写一些测试程序 那除了这个自败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种 叫做Stand-Long 叫做Stand-Long 它呢是当前Spark的一种自带的一种调度方家 自带的调度 叫做Stand-Long 它呢是Spark自带的一个资源调度框架 那么在这里好处在于什么呢 它完全支持分布式啊 完全支持分布式 所以在这里分 在这里啊 我们的Spark呢 一般都是用我们自带的这个Stand-Long来做 一般都是咱们的Stand-Long 除此之外呢 这里Spark咱们之前也说过啊 因为Spark这个计算框架呢 可以完美的融合Hatop生态圈 所以在Hatop生态圈当中呢 呀 也是啊 这是Hatop生态圈中的资源 Hatop生态圈的资源调度框架啊 然后呢 在这里啊 我们的Spark 可以完全啊 基于压 来进行调度 所以在这里呢 我们的Spark呢 跟这个Hatop生态圈的融合是非常好的啊 是非常好的 除此之外呢 那在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呢 我们用的相对来说呢 就比较少了 呃 叫做Messos 这个呢 是当前Spark当中呢 自带的也是提供的一个啊 资源调度框架 它呢 跟YAR呢 有点类似 但是呢 我们现在这个开发圈之内呢 这个Messos用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所以呢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当前Spark 四种运行模式 当前的四种方式 那希望大家呢 可以记住 那OK 今天呢 我们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可以很清楚 大家可以试图一下